这男人天赋一柄 看别人弹琴 只看一遍 立马就能学会 模仿别人签名 只瞄一眼就能复刻自己 连专家都分辨不出来 但他最厉害的是学人说话 注意听这老头的语气 再来听听他的模仿 他叫瑞普利 是个模仿天才 可天赋不能当范畴 出身底层的他 再有天赋 没有机遇 也只能做个穷光蛋 好在这一天 机会来了 在一次打工时 他遇到了一位顶级富豪 富豪看到他穿名校校服 问 我儿子迪克也是这学校的 你认识他吗 瑞普利当然不认识 他连小学都没读完 身上这件校服 是借来称面子的 但他不想错过 接受富豪的机会 赶紧回答 这是个高情上的答案 既然是自己认识 还抛出问题 打开了富豪的话茬 瑞普利趁机和富豪聊天 留下印象 果然没过几天 富豪主动找到了他 他拜托瑞普利去一趟意大利 把他那个不靠谱的儿子带回来 还许诺会给一笔富豪的报酬 瑞普利懵了 他哪认识富豪的儿子 正想拒绝 没想到富豪扭头就走 完全不给他拒绝的机会 没办法 为了这笔报酬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瑞普利回到家 就开始调查富二代 知道他喜欢爵士 于是听各种爵士乐 学了大量音乐知识 现在只剩一个问题 怎样才能说服富二代回家 瑞普利来到意大利 在海边找到了富二代 他没急着动手 而是一番观察 制定了一个完美计划 瑞普利先是冒充校友 和富二代打招呼 然后故意露出一点破绽 让富二代起心 引起他对自己的注意 果然 富二代邀请他吃饭了 饭桌上 瑞普利又用超高的模仿天赋 模仿富二代他爸 逗富二代开心 就在富二代新奇之际 最高明的一招来了 他竟直接表明来意 说我是你爸派来的 要接你回家 听到这句话 富二代领思一黑 表示自己不回去 让瑞普利赶紧离开 没想到 瑞普利竟然说好 他收拾行李 向富二代告别 但就在领走了 他又看似不小心的 调出几张富二代 最喜欢的爵士唱片 富二代满脸惊喜 他没想到 瑞普利竟然也爱爵士 还和自己的品味相同 这是个知己啊 他立马要求瑞普利留下 让他住进了豪宅 这就是瑞普利的计划 他十分清楚 仅凭自己一张嘴 绝不可能把富二代劝回家 甚至会招来厌烦 倒不如趁机和富二代搞好关系 成为朋友 很快 瑞普利就用设计出来的坦诚 获取了富二代的信任 富二代让他当双面间谍 一边骗付好老爹的钱 一边享受玩乐 两人每天喝酒 唱歌开游艇 骑着摩托到处潇洒 在富二代的带领下 穷小子瑞普利 第一次体验到了富人生活 他很快就迷吃了自我 不知不觉中 开始模仿富二代的语气 动作 还穿他的衣服 用他的东西 甚至一厢情愿地 把富二代当成了兄弟 但他不知道 圈子不同 不要硬揉 很快 富二代的新鲜劲过了 开始找原本的富人朋友玩耍 有个胖子看不起瑞普利 嘲讽他吃富二代的 祝富二代的 想知寄生虫 富二代也越来越看他不顺眼 两人早也聊不到一块 瑞普利十分落寞 他以为只要忍一忍 就还是富二代的好兄弟 但富二代早已决定 甩掉这个根屁虫 这天两人一起开船出海 瑞普利还在规划之后的行程 富二代却越听越不耐烦 让他滚回美国 听到这番话 瑞普利心都碎了 原来他以为的兄弟 只是一厢请愿 两人大吵了起来 这几个巴掌 开碎了瑞普利的上流梦 这一刻 他清醒认识到两人的身份 他恼羞成怒 再也控制不住 这个天才穷小子 是如何成为富二代的 很简单 杀死真正的富二代 替代他就行了 这是他第一次杀人 他爬上岸瑟瑟发抖 看着那艘载着尸体的船 缓缓沉入大海 他慌张地回到酒店 找前台拿钥匙 没想到 前台看着瑞普利 去叫出了富二代的名字 原来这些天 他一直模仿富二代的一举一动 不知不觉中 竟然有了他的一丝神韵 这一刻 瑞普利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他要用富二代的身份 活下去 但有个会露信的点 那就是富二代的未婚妻 好在 他已经有了计划 瑞普利先用打字机 以富二代的口吻 写了一封分手信 接着他模仿富二代的笔记 签下富二代的大名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一页 交用一个香水包装 来装这封信 这是富二代和未婚妻之间的小秘密 他很细心地留意到了 果然 未婚妻收到信后 伤心欲罪 没有半点怀疑 接下来 他必须伪造出富二代还活着的迹象 怎么做呢 瑞普利带着富二代的行李 连夜赶到罗马 他换上富二代的衣服 摘掉眼镜 来到一家高档酒店 用富二代的身份和钱 开了一间豪华套房 接着 他又穿着自己的衣服 戴着眼镜 找到一家平民酒店 用自己的身份 开了一个房间 就这样 他每天用着两个身份 穿坐在两家酒店 自己给自己打电话 找钱台留口信 伪造出了富二代 活着的假象 不得不说 上流人士就是活得潇洒 瑞普利去银行取钱 想取多少取多少 完全不用考虑存款 只要伪造富二代签名就行 定制高涉礼服 想买几套就买几套 不知不觉中 瑞普利好像真的成了贵作 他以富二代的身份 结识了一位富豪千金 富家女对他十分有好感 当晚 他就邀请瑞普利 一起去看歌剧 没想到中场休息时 瑞普利撞了个人 来人自称彼得 为人十分友善 但要命的是 跟在彼得身后的 是富二代的未婚妻 他慌忙摘下富二代的戒指 再戴上眼镜 摇上一遍 又成了穷小子瑞普利 原来 未婚妻来罗马 是来寻找富二代的 他要和富二代当面对着 为什么只留下一封分手信 就消失不见 瑞普利十分慌张 因为富家女就在附近 一旦两个女人见面 她的双唇身份就会曝光 关键时刻 瑞普利集中生智 她和富二代的未婚妻晕好 明早十点半 在咖啡馆聊 接着她摘下眼镜 便回富二代 带着富家女离开剧院 下车时 瑞普利心生一计 也约富家女明早十点一刻 在同一家咖啡馆见 第二天 两个女人就这样 不弃而遇了 瑞普利则在不远处 暗装观察情况 两个女人身处同一个圈子 虽然互相不熟 却都知道对方名字 两人一聊 就这样 未婚妻与富二代不见自己 是另性轻欢了 而富家女认为 富二代安排她来见面 是为了让自己不要纠缠 瑞普利这一招 太绝了 两人都认为富二代活着 还都对富二代死心 不会再来打扰她 她在郊外做间豪宅 每天喝酒弹琴 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直到一个不速之客上门 是富二代的朋友 当初嘲讽过瑞普利的胖子 原来胖子通过关系 找到了登记富二代名字的公寓 自然而然查到了这里 可她进门后却发现这里 只有瑞普利一人 不见富二代 她起了疑心 下楼时 胖子遇到了房东 她看到房东抬头 对瑞普利 喊出了富二代的名字 那一刻 胖子什么都明白了 她冲上楼 一步错步步错 为了不让谎言被揭穿 瑞普利别无选择 只能杀人灭口 她拽着胖子的尸体出门 准备抛尸 不想 竟然遇到了路人 瑞普利灵机一动 模仿胖子声音和自己对话 让人以为 她在照顾醉酒的朋友 困过去后 她开着车 把尸体抛到野外 第二天 胖子的尸体被发现了 警探上门调查 但瑞普利丝毫不慌 她早已准备好了一套说辞 不料 警探还带来了一个消息 有人在海边 发现了一艘带有血迹的沉船 这一下 瑞普利慌了 根据警探的描述 那明显是她杀人成尸的船 难道 她杀富二代的事 要暴露了吗 幸好 警探说 并没有其他发现 但瑞普利越想越心慌 她不能坐以待毙 决定主动出击 她用富二代的身份 写下一封遗书 不仅承认她杀了胖子 还说她无法面对自己 决定自杀 瑞普利很细心 挖挖富二代护照上的照片 营造出她精神崩溃的样子 再加上伪造的一模一样的签名 果然 警方没有多想 以富二代杀了胖子 畏罪自杀 结了案 瑞普利成功骗过了所有人 她用自己的身份 来到威尼斯 找她的新朋友 就是那个彼得 当初她和彼得一见如故 交换了联系方式 瑞普利发现 彼得和她有着共同的爱好 两人很快就相处成了挚友 就在她以为一切都结束时 瑞普利算漏了最重要的一个人 那就是富二代的爹 富豪 富豪不相信儿子已死 因为他查到 富二代死之前 居然还取了一笔巨款 一个决定自杀的人 怎么可能去取钱呢 于是他来到威尼斯 雇佣了美国最顶级的侦探 调查此事 瑞普利慌了 面对这个侦探 他忐忑不安 强装镇定 没想到侦探一开口 却说 我希望你能永远保守秘密 原来 富二代有暴力倾向 上学时 差点打死一个同学 富豪把他送来欧洲 就是为了躲这场官司 没想到 他玩嗨了 不愿意回去 所以当富豪听到富二代杀了人 他一点都不奇怪 但他认为 富二代根本没自杀 而是取了巨款 未遂潜逃了 为了保全家族的颜面 富豪给了瑞普利 一大笔疯狗费 希望他能保守秘密 应差阳错间 瑞普利躲过了最危险的意见 他靠天赋和运气 从这一切 完美脱身 不久后 瑞普利和志友坐上轮船 在甲板上歌唱 仿佛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但他忘了 曾经撒下的谎 永远都不会消失 轮船上 一个女人的出现 再次将他 转入深渊 是那个喜欢他 以为他是富二代的富家女 瑞普利懵了 志友和富家女认神 可他却是用了两种身份 结识的二人 现在他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杀了富家女 彻底活成瑞普利 要么杀了志友 一辈子活在伪装中 可他又别无选择 因为富家女身边有家人 他不好下手 但志友是独自一人 他来到志友的房间 靠在他的背上 流着眼泪 让他说说自己的优点 志友的声音很温柔 他一条条数着 完全没注意 瑞普利手中绕度的丝巾 不久后 瑞普利回到房间 他呆呆地坐着 门被一阵风关上 他陷入那片黑暗里 再也爬不出来 因为唯一的光 被他亲手掐灭了